大家好,不管家里的拖把多脏多黑,清洗拖把时,我们在水里撒一把,这样清洁过的拖把立马干净,还没有异味,一起来了解一下吧。 拖把家家户户都有,基本上每隔几天我们就会用拖把来拖地,拖把使用久了之后,如果没有及时清洗干净,拖把毛上面就会越来越脏,而且很容易会产生一些异味、臭味。 如果我们用有异味的拖把来拖地,这样拖过的每个地方都会有一股异味,这样拖地就等于白拖一样。 一般情况下,我们每次拖完地之后,就会把拖把放在水里面甩几下,就潮潮了事了。 其实,拖把我们也是需要经常来清洗的,不然拖把毛上面的污渍会越来越多,而且很容易会产生异味。 今天小编教大家一个清洁拖把的小技巧,洗得干净还没有异味,一起来看看吧。 首先我们在拖把桶里面放上一些热水,运用热水来浸泡拖把,把拖把上面的一些污渍给浸泡出来,热水的用量要没过拖把。 接着在热水里面倒入一些食用盐。 然后在里面滴上几滴洗洁精,洗洁精能够清洁拖把毛上面的一些油污、污渍,清洁的效果也是比较不错的。 接着我们在里面倒上一些食用纯碱,食用纯碱一般都用于发面比较多,我们用来清洁物质也是比较好用的。 然后我们在里面倒入一些揉顺剂,或者也可以用护发素,加入一些揉顺剂,可以使清洁后的拖把毛变得柔软好用。 现在我们把拖把放到桶里面,把拖把旋转一环,在旋转的同时,拖把毛带动笼液旋转,就可以把里面的这些物质给隆解出来,而且还可以使笼液均匀的附着到拖把毛的上面。 转动好了之后,我们让拖把浸泡半个小时左右。 半个小时过后,我们来看看,桶里面本身清测的水,现在已经变得非常脏了,这就说明,拖把上面的一些物质已经被溶解出来了。 现在我们再来清洗拖把,清洗起来就会变得方便很多了。 我们把桶里面的溶液倒掉,再重新倒入一些清水,用来清洗拖把。 清洗拖把的时候,我们只要把拖把放在里面,旋转一会儿,就可以把拖把给清洁干净了。 如果拖把毛上面的污质比较多,也可以用手来搓洗一下,直到清洗出来的水变得清澈,这样拖把就被清洁干净了。 拖把清洗干净了,我们再拿来拖地,这样拖过的地面就会更加干净。 而且清洁过后的拖把,上面的溶液也全都没有了,这样我们拖完地之后,就不会留下溶液的残留。 关于清洁拖把的方法,现在都了解清楚了吧。 家里的拖把也是需要经常清洗的,如果你家的拖把也有一段时间没有清洗了,就可以用这个方法来清洗干净。 方法简单又实用,本期的节目就到此结束了,谢谢观看,我们下期再见。